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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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城市走毒節目 今天來到松山區的 饒河街夜市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饒河街觀光夜市 那這個饒河街觀光夜市 跟這個松山區的歷史 有什麼淵源呢 它現在很明顯就是一個 以觀光取向的一個夜市 然後到晚上會越來越熱鬧 那這個跟饒河街的老街 有什麼關係 然後跟這個松山區的發展歷史 有什麼淵源呢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可以邀請到 台北市立文獻館的導演老師 王老師 老師 你好 嗨 你好 老師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台北市立文獻館 它主要在做什麼嗎 好 我們台北文獻館 是蒐集台北市的一些歷史 還有古文物 我們也很高興把這些歷史古文物 介紹給市民大眾 然後如果你們有興趣想來 了解台北市的一些歷史呢 我們有規劃二十幾條的路線 歡迎大家來申請 這個都是免費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松山 那為什麼我們會規劃松山這一條路線呢 因為松山在算發展史 算滿早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早期呢 這裡不叫松山 是叫毛里溪口 毛里溪口 那毛里溪口是什麼意思呢 在原住民是彎彎曲曲的道路 好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那個 我們松山本來原住民叫毛里溪口 毛里溪口就是彎彎河流的意思 彎曲河流 那這條彎曲河流是哪一條呢 就是基隆河 就彎彎曲曲的 那漢民族呢 覺得毛里溪口太長了 所以那就擺成溪口兩個字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老河街呢 它的歷史呢 非常的淵源 從清朝到現在這樣子 那早期呢 這個在清朝的時候 它的那個街只有五米寬 然後到日據時代呢 拓寬成七米 那到民國79年的時候呢 就拓寬為十二米 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那在早期呢 我小時候就是住老河街 他們那時候 還沒有很寬的時候 是都矮房子 那那個 參差有幾間洋樓這樣子 那因為拓寬的時候 就把所有的房子呢 都拆掉了 所以你就看不到說 為什麼這一條不是老街的樣子 原因就是在它拓寬了 然後把房子都拆了 那時候正好流行四層樓的公寓 所以這邊的房子呢 就變成幾乎都是四層的公寓 就這樣子 這是老河街的一個那個 石墨 那其實一條老街呢 它 我在小時候住在這裡的時候 它是非常的新樓 那早上有菜市場 那晚上有夜市 是一條非常熱鬧的一條街 那因為那個拓寬之後 整個市場呢 就變成沒落了 那我們這邊的地方呢 一直很想說把那個熱鬧找回來 所以就去跟市政府申請 申請成為觀光夜市 那當時呢 那個萬華華西街 他們也在申請 本來有的人就會說 華西街是第一條觀光夜市 可是那個 因為我們剛好找它一步 所以就變成老河街夜市 是第一條的觀光夜市 對 老師 你剛剛說這裡 自從拓寬以後就沒落了 為什麼會這樣 人潮就走上了 是因為原本的那種感覺已經不見了嗎 還是 對 因為那個早期 它是有 早上是市場 然後那個政府好像那時候都不太喜歡 有那個攤販 所以它就把這些市場集中在南松山 那南松山就變成一個大市場 那那個 這邊就沒有市場了 然後 然後 你又 本來 大家習慣 好像就路邊攤買東西 對不對 你變成都是店面很豪華 然後可能 這個是我自己想的 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都沒有人潮來了 那可能也加上說 其他地方的市場也興建了 然後他們就不用來這邊 因為在早期呢 可能就是南港啊 湧村啊 那邊都沒有什麼市場 所以他們如果要採買的話 都一定要來 去 來那個松山老街這邊來採買 南港啊 內湖啊 中盧啊 湧村 普關平那邊 都要來這邊採買 所以那個 這條街呢 當初是真的很熱鬧 我住在那 這裡的時候 是非常的熱鬧 所以其實人潮 它只是說 移到別的 買東西比較方便的菜市場去了 對 所以這邊原本的攤販沒有了 所以人潮自然也就減少了 對 可是 這邊的人就會覺得說 這麼一條熱鬧的街 怎麼會這樣墨落下來 所以我們就 其實那開會 去申請開會的時候 我也有參加 然後申請就是說要 希望政府成立一個觀光夜市 然後當初呢 申請那個觀光夜市的時候 我們就有分那個什麼 全段是那個藝人的 所以在當初成立觀光夜市 就是也有在賣貨 不是像現在就變成被時代淘汰了 這些藝人的就沒有飽攤了 然後就變成幾乎都是在賣吃的比較多 是